神把我的心切 慕你如露 借目溪水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无来敬拜你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 我灵淡淡想赋予你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无来敬拜你 我灵淡想赋予你 神把我的心切 慕你如露 借目溪水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无来敬拜你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 我灵淡淡想赋予你 唯有你是我的力量盾牌 我可无来敬拜你 我可无来敬拜你 亲爱主 亲爱的圣灵 我们来到亲近你 我们愿意来到渴望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正要寻求的主 神啊愿意你苏醒我们的灵 让我们的灵来到投靠你 亲近你 愿你的说话进入我们的内心 去到最深的深处 让我们去纪念你 思想你 跟随你 让我们的心意被根深而变化 以至我们更加体会到 在主地里起悦 求你的圣灵 动工带领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 得圣有福会的名笔 阿慕 诗篇四十二篇一至五节 神啊我的心渴慕你 好象鹿渴慕水 我的心渴慕神 就是永活的神 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 人整天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饭吃 我从前尚尚和群众同去 与他们进到神的殿里 在欢呼和清謝声中 大家守折 每逢想起这些事 我的心就感到难过 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沮丧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应当等候神 因为我还要清赞祂 祂是我面前的救助 我的神 天父上帝 我们的主耶和话 我们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就是好像鹿 切木渠水那样 你的子民 百姓 他们都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你的子民 你的百姓 你的儿女 学赏你 主啊我们 心里面 单单的 就是想朝见你 单单的 想敬拜你 你的子民 你的百姓 你的儿女 在那儿学赏 去问 神啊我们 什么时候 可以见到你 主啊 纵然这个世代 充满很多混乱 不安 但是我们知道 终有一日 我们会见到 你的荣耀 要降临 在这个大地 主啊 纵然 我们就夜 以眼泪当饮食 有人去质疑 去问 你们的神 在哪里 但是 属于你的 一定会见到你 我们的盼望 一定会实现 所以我们 仍然可以带着信心 欢喜快乐 清赞歌众的声音 来歌众你 欢呼 敬拜你 主啊我们 多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的心 要从幽门里 去离开 要带着 喜乐的 来欢呼 等候 去歌颂你 主啊我们 仰望你 愿意你 今天的笑念 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 清赞 蒙你的月纳 我们的敬拜 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的名 而求 阿们 文数记 三十三章 四十节 那时 住在 加南地方 的加南人 阿拉德皇 听说 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人 从何以山 起行 在 撒拉波 安营 从 撒摩那 起行 在 普乱 安营 从 普乱 起行 在 亚伯 安营 从 亚伯 起行 在 摩格 边境的 以耶 阿巴林 安营 从 以耶 阿巴林 起行 在 底本 加德 安营 从底本 加德 起行 在 阿门 底比拉 太阴 安营 从 阿门 底比拉 太阴 起行 在 玻璃 前面的 阿巴林 山 安营 从 阿巴林 山 起行 在 耶 尼 哥 对面 约旦 河边的 摩甲 平原 安营 他们 在 摩甲 平原 沿着 约旦 河边 安营 从 柏 耶 斯 未 直 到 阿伯 十 庭 耶和 在 摩甲 平原的 约旦河边 耶 尼哥 面对面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说 你们过约旦河到了加南地的时候 就要把所有的居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毁坏他们一切雕像 以及一切住像 又拆毁他们一切的忧谈 你们要占领那地 住在那里 因为我已经把那地刺给你们作产业 你们要按着家族抽签承受那地作产业 人多的 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 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抽签抽出那地归随就归随 你们要按着中族支派承受产业 如果你们不把那地的居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所留下的人就必成为你们眼中的刺 那旁的经济在你们所住的地方 妖害你们 并且我原计划怎样待他们 也要怎样待你们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进了加南地的时候 归你们作产业的加南地 及他的四景就是以下这些地区 你们南面的地区 要从沉的抗野 贴着以东边界 你们的南界要从沿海东面的尽头起 你们的边界要转到阿克拉奔波的南边 经过沉 直达 加低斯 巴尼亚的南边 又出到哈萨阿达 过到厄门 你们的边界要从厄门转到埃及河直到海 西界方面 你们有大海和海岸 要作你们的西界 你们的北界如下 从大海起滑界直到河以山 从河以山起滑界直到哈马口 使边界直到西达达 这边界再伸到西匪林 直达到哈特撒尔兰 以要这作你们的北界 你们要从哈萨尔兰 滑到士番为东界 这边界要从士番下到阿延东面的利比拉 这边界要继续伸展直到阿基尼 列湖的东边 这边界要下到约旦河直到沿海 这要作你们的土地四周的边带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 这就是你们要秋千承受为业之地 事业和华吩咐 吸九个半支派的 因为留本子孙的支派和加德子孙的支派 安着父家已经取得了产业 马拉西的半个支派也取得了产业 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东岸 向日出之地得了产业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是要把地业分给你们的人的名字 以利亚撒祭司和乱的儿子若达若书雅 你们又要从每支派中选出一个领袖 来帮助分配地业 这些人的名字是 犹大支派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西缅子孙的支派有阿米弗的儿子士姆利 便雅敏之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 但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约利的儿子布基 约利的后裔马来西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 是以忽的儿子汉列 以法连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是 十忽但的儿子基姆利 西布伦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是 帕纳的儿子以利达 以撒家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是 阿山的儿子帕切 阿切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是 士罗米的儿子阿希佛 那佛他利子孙的支派有一个领袖是 阿米弗的儿子彼大黑 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 把产业分给加南地的以色列人的 耶和华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的摩甲平原 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叫他们从所得为业的地中 把一些城级利味人居住 也要把这些城周围的郊区级利味人 这些城要归他们居住 城的郊区可以目放他们的牛羊和一切生畜 也可以存放他们的财物 你们及利味人的城郊从城墙起 周围向外梁四百五十公尺 你们又要从城外向东面梁九百公尺 向南面梁九百公尺 向西面梁九百公尺 向北面梁九百公尺 城在中间 这要归他们作城外的郊区 你们分给利味人的城 其中有六座避难城 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 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 这样你们要给利味人的城 共为四十八座 连城带城郊都要给他们 从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中 你们要把一些城给利味人 人多的就要多给人少的就要少给 每个支派要照着自己承受的产业 把城分给利味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各夜但河 进到加南地的时候 要选择几座城 给你们作避难城 让误杀人的 就是无心杀死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他们可以作你们逃避报仇者的避难城 使误杀人的不注意死 直到他站在众会众面前受审判 你们指定的城 要给你们作六座避难城 在约旦河东面 你们要分出三座城 在加南地 你们也要分出三座城 都要作避难城 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外族人 以及他们中居住的人作避难城 使无心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 如果人用贴器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如果人手里拿着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如果人拿着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捕血仇的 要亲自把那故意杀人的人杀死 一遇见他 就可以杀死他 如果人因怀恨 把人推倒 或是埋伏着 向人刑东西 以致把人打死 或者因仇恨 用手打死 以致把人打死 那打人的 必被处死 因为他是故意杀人的 报血仇的 一遇见凶手 就可以杀死他 但是 如果人没有仇恨 忽然把人推倒 或是无意向人投井什么器皿 或是因为没有汉剑 用任何可以打死人的石头 仍在人身上 以致把人打死 他本来与他无仇 也无意害他 这样 会中就要照着点章 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人中间施行裁判 会中要把误杀人的 把报血仇的人 终够出来 把他送回他所逃到的避难城去 他要住在那里 直到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 若是出了他 逃进的避难城的境界 报血仇的 在避难城境外 遇着他 把他杀了 报血仇的 就没有犯 流人血的罪 因为他误杀人的 应该住在避难城中 直到大祭司死了 大祭司死了以后 又那误杀人的 才可以回到他自己地业去 这在你们一切居住的地方 要作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 杀人的 要凭着几个见证人的口供 才可以把他处死 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 就不能指正把人处死 犯了死罪 故意杀人的 你们不可收取 属家 代他属命 因为他必被处死 吐到被烂城的人 你们要 也不可收取 他的属家 使他在大祭司 未死以前 回到本地居住 这样你们就没有 垫污 他你们居住的地 因为血能垫污地 在地上 如果有流人血的 除非流乃故意杀人 那地的血 那地的血就不能得熟 你们不可 颠污 你所住的地 就是我居住的地 因为我耶和华 是居住在 以色列人中间的 亲爱主 我们今天看到 上帝你带领他们 就是以色列的子民 快要来到 入到应许的地方 你再一次来到 提醒他们 要讲出 那里所有的居民 要毁灭 一切的偶像 一切雕刻的像 和废了一切的丘坛 你吩咐的 就是他们要破旧 立身 他们要将 旧那些 是属于恶者 是不土利喜悦的 来到除去 并且来到重新 去建立 一个新的秩序 按照你的心意 来到去过 他们的生活 你叫他们要除去 一切拦阻 他们来到 去敬拜认识你 一切来到 去纤妖 一切来到 甚至乎 令他们是累贵的 你都要叫他们来到 除去 否则的话 他们就成为敌人 眼中的慈 立旁的荆棘 主要今天 你也都提醒我们 我们要过 新的生活 我们要破旧 立身 我们要将 旧的我 来到去 治死 我们要靠着 圣灵的大能 来到是 将旧的我 来到 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我们要 立志 过新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心意 不断来到被根深 不断来到 认识你 无论在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行为上 主要就求你去 怜悯我们 赏免我们 若果 我们仍然 在很多的 旧我的当中 很多不愿意 被圣灵 更生的地方 被你的光照 的时候 求你再一次 来到去 感动我们 鼓励我们 催逼我们 使我们再一次 来踏上 这条 属灵的道路 祈祷奉耶稣基督 得圣有福的名求 阿们 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 有一次 耶稣在一个城里 突然有一个 满身麻风的人 看见他 就把脸伏在地上 求他说 主啊 如果你肯 必能使我结静 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 你结静了吧 麻风立刻离开了他 耶稣祝负他 不可告诉任何人 你只要去 吸制师检查 并且照着摩西 所规定的 为你得洁症 献制 好向大家作证 但他的名声 却越发传扬出去 成群的人 来聚集 要听到 并且要使他们的疾病 传遇 耶稣却退到 旷野去祷告 有一天 耶稣正在教导人 法利塞人 和律法教师 也坐在那里 他们是从 加利利 我由泰国乡村 命耶路撒冷来的 主的能力 与他同在 叫他能致命 有人用床 抬着一个毯子 想送进去 放在耶稣根前 因为人多 没有办法进去 就上了房顶 从牙间 把毯子和床 往当中 垂下去 正在耶稣根前 他看见 他们的信心 就说 朋友 你的罪 射了 经学家和法利塞人 就议论起来 说 这人是谁 竟然说前往的话 除神一位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知道他们的议论 就对他们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 议论呢 说 你的罪赦了 或说 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然而 为了要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 我吩咐你 起来 拿起你的床 回家去吧 那人立刻当 仲起来 拿着他 坎过的床 赞众神 回家去了 众人都惊奇 仲赞神 并且十分惧怕 说 我们今天看见 要不平常的事 事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碎尼 名叫利美 坐在碎关那里 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 他就撇下一切 起来 跟从了耶稣 主耶稣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 你就是那个人子 人子 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 因为 人子 你的权柄 就是同天父而来 主啊 你知道 人需要的 不单止 是疾病得医治 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罪 都得到赦免 神 我们就是 那个麻风的病人 我们就是 那个坦子 主啊 你不单止 去医治 去洁净 你更加的 你更加的 就是赦罪 去让我们一切的罪业 离开我们的身上 主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赦罪 我们从此就 洁净 我们从此就 自由 可以行走 在二路上面 主我们要 感谢你 愿意我们 回应你 当你 去呼召 我们 好像你呼召 马太这个 瑞利的时候 我们都跟随你 我们愿意 撇下一切 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 主啊 多谢你的恩典 多谢你的洁净 多谢你的赦罪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命 阿们 珍言十一章 二十三节 二人的愿望 尽是美好 恶人的希望 必招致愤怒 亲爱主 我们感谢你的应许 就是二人的道路 二人的心愿 必定能够 得到美好 他们所盼望的 都是美好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一切的好处 都在主你里面 我们所有相信你 跟随你的人 必定在主你里面 经历到 什么叫做封城 什么是最好 神我就求你 在这个星期 我们开始的时候 继续带领帝兄姊妹 我们跟随你 我们不偏差 不远离 神你的心意 你都继续将你的例典章 你的说话 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断地来到反复思想 不断地来到 我们所经历的 来到去用祷告 用各方面来到去献上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得圣福的名价 主啊 我们都很希望 正如诗篇这样说 我们好像鹿一样 很渴望 你自己的说话 主啊 我们今天又看到 其实一路 神你都是 有很多很多的应许给我们 由你在旧约的时候 你应许以色列民 得到嘉南的美地 你已经将 各样的美善 赐给我们 是 你也吩咐 以色列民 要将那里的居民 赶出去 是啊 你赐给我们 各样的美好 但是 我们很多时候 仍然不肯去放手 我们不肯去赶出 我们心里面 仍然有的难阻 我们一些是自私 我们一些是自我 以至到我们 不可以完全的去 去claim 你给我们的应许 主要求你来到去帮助 求你来到去加力量 让我们每一天 去生活的时候 用你自己的说话 去抵挡 很多的忍诱 很多的试探 教导我们 转眼仰望你 单单仰望你 就好像 鹿切无稽水一样 因为当我们 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撒旦就会 用各样的方法 去忍诱 去欺骗我们 以至到我们离开你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天 仰赖你的应许 去过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我们生活 每一个的环节 无论大小的事情 都有你的应许 去给过我们 以至我们有力量 主耶稣 主耶稣 就求你 今天 赐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仰望你 仰赖你的应许 嗯 我祝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名求 咱们 咱们